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湖边无际干旱缺水 甚至神秘而危险 然而在我国甘肃省的张叶市 人对于沙漠却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因为他们就生活在沙漠之中 可是有点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 这张叶是河西走廊上的明珠 那是绿洲遍野 怎么会生活在沙漠之中呢 您可能有所不知 在绿洲环保之中 就藏着这么一片神奇的沙漠 而且据当地人说 这片沙漠从来就不进不退 不增不减 它就静静地待在城市当中 这就奇怪了 流沙流沙 沙子的习性决定了 它应该是流动的 如果真有这么一片 从来不曾流动的沙漠 而且还在繁华都市里 那可真是一种奇观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 今天我们就去探访 这传说当中的神秘沙漠 张叶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 是我国历史上 河西走廊之重镇 塔东林武威 西连嘉玉关 古时的甘州便是这里 多少年来 张叶有着半城芦苇 半城塔影的说法 更被人们冠以金张叶的美名 然而 这样一座美丽的古城 为什么会出现一片 荒芜的沙漠呢 记者从当地人的口中得知 这片沙漠不仅存在 人们还称其为神沙窝 我感觉是人工的 沙漠嘛 它这个地方 深沙漠 深沙漠 它是有沙漠嘛 在我们找这个地方 就拿好那个地方 所以深沙漠 那个地方就是 流失之一样 记者从当地人口中得知 这片沙漠非常神奇 不仅存在于城市之中 还千百年来 不增不减 不进不退 无视气候的变化万千 这样不同寻常的奇景 在当地人看来 也十分不景 按常理 只要有风 沙漠就会有所增减 那么当地人口中的神沙窝 为什么不增不减呢 带着这份好奇 我们的记者 按照当地人指引的方向 驱车前往 位于城区以南 十五千米处的党寨人 寻找这片神秘的沙漠 路途中记者发现 街道沿途 原本林立的楼房 逐渐被树木和农田所代替 放眼望去一片绿洲 这样的景象 记者很难把它 与沙漠二字联系在一起 十几分钟后 道路两旁的景象 骤然发生变化 刚刚还是绿树夹道的景色 在此浮见了踪影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黄沙漫漫 连绵层叠的沙丘 显得颇为壮观 在震惊之余 更多的是记者的疑惑 为了探寻神沙漠之谜 我们的记者决定登上沙丘 去看一看 走 加油 深沙漠的沙丘 看上去并不是很高 相对地面高度 大约一百多米 松软的沙子被踩在脚下 稍微用力便会形成流沙 这使得缺少沙漠徒走经验的记者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此时正值午后 沙丘上的温度已经达到35摄氏度 炎炎烈日下 就连沙漠中的甲虫也钻进了沙丛下 只有沙漠蜥蜴 还在寻觅着什么 坚持住 坚持 上来了 上来 哎 你开始了 经过艰难的攀爬后 神沙漠的全貌便展现在了记者眼前 向南望去 远处便是中年积雪的麒莲山 环顾四周 深沙漠周围是一片植被茂盛的绿洲 如果不是经过之前艰难的攀爬 我们的设置组很难相信 脚下的这片沙漠与城市之间的距离 竟如此之近 周围的村庄与绿洲告诉我们 深沙漠确实是一片被城市环抱的沙漠 通过了解和知 深沙漠东西最宽约4.8千米 南北纵深约11千米 而这样一个总面积约为30平方千米的沙漠 显然与我们印象中大沙漠的规模相比 相去甚远 但也绝非人工的景观 那么这个神沙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新建筒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 在沿象古地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研究经验 刘贤德 西连山水源韩仰林研究院院长 对张艺氏水文地理有着多年的研究经验 为了解开神沙漠背后的谜团 新教授和刘贤德院长决定 对神沙漠展开一次较为全面的实地考察 新教授认为 想要探明神沙窝的不增不减的原因 沙子的补给是问题的关键 沙漠的形成 是干旱的气候与猛烈的季风 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张艺气候常年干旱 原本土地表层的植被 就会因缺水而导致干枯死亡 继而使表层土壤与立石 失去原有植被的覆盖 裸露在空气当中 在由于长期的锋利侵蚀 便会将土壤与立石 风化成微小颗粒的沙子 从而形成沙漠 现在科考队在神沙窝看到的 就是这样的景象 注意脚下啊 刘院长 你注意脚下 这里都是河床的堆积或者是冲击物 因为整个这个东西就七年山这边挂 从古到今已经是多少年了 它这里整个的戈壁滩 基本上都是这个河床 河漫滩的 这么一些堆积的立质的杀立质的堆积物 新教授告诉我们 这种由立石夹杂硬土形成的红积层 经过长期的风化波石 便会形成沙石 然而这种转化要历经千万年 转化速度如此之慢 并不足以形成现在的神沙窝 新教授解释说 深沙窝中的历史来自于六十多千米外的麒莲山 这引起了科考队的好奇 那么 深沙窝和麒莲山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接下来 科考队来到了麒莲山 西莲山位于张叶市的西南部 有多条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和宽谷组成 因为于河西走廊南侧 又名南山 新教授说 从空中你会发现一个奇异的景象 一个个扇形的特殊地貌呈现在眼前 由此得名冲击扇 冲击扇是河流出山口处的扇形堆积 冲击扇的形成源于最初的造山运动 由于山体抬升 使得远古海洋的一部分变成山体河流 当河流流出谷口时 摆铺了侧向别术 其携带物质便扑散沉积下来 由于冲击扇地形十分复杂 且结构极不稳定 我们的考察队无法涉及 于是我们决定 到六十多千米之外的奇连山腹地 奇连县寻找答案 这是一处由山间溶水和雨水冲沙而成的河道 在它的周围 我们可以看到山间沉积物是如何顺流而下的 甘肃水源涵养研究院的刘院长说 这些河边的石头正是在锋利对奇连山山体作用后 经过数万年的时间 一些巨大的岩体便会逐渐被封石成松散状 由于重力的原因脱离山体 在水的冲刷下变得圆滑 在这条河道里 不仅有历史的存在 还加达着一些玉石 当地人把这种玉石叫做奇连玉 您说这块是奇连玉吗 它是墨玉的这种 这是墨玉 我们把它搬开 你看看 你看 这么大一块 你看 这它就是高海拔区 通过这个自行台势 它形成这个玉石以后 通过河里冲下来的 这样啊 冲到下雨 这个玉石很不错 我第一次看着奇连玉它的原型 对 这是打磨杂工 所以非常 非常漂亮的 非常漂亮的 可爱 这是什么颜色 就是这种墨玉石的 墨玉石的 墨玉石的 别看这些奇连玉 外表粗糙 但是经过精雕细琢后 成见在人们眼前 竟是唯妙唯肖的艺术品 在赏兴悦目的同时 也具有很高的价值 刘院长说 其实我们在奇连山看到的 奇连玉和历史 经过风波水石的作用后 被冲下奇连山 这整个过程和冲击扇的形成 极为相似 只是能量大小而已 而奇连山同时被冲击下来 还有更细小的砂石 但这些砂石量 仍然不能给神沙窝 提供充足的沙子来源 那么神沙窝的沙子 究竟来自于哪里呢 由于沙子的热容量较低 午后的神沙窝 气温攀升了十分迅速 炎炎烈日下 科考队打算深入沙漠腹地 进行考察 然而就在科考队 在神沙窝腹地 寻找着新的线索时 一场让科考队所有人 都始料未及的大风 齐卷而来 原本平静的沙层 在锋利的作用下 开始随风飞舞 这给科考队的考察工作 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沙漠地区 这种特有的天气现象 就是你突然的 升高很快 这个在沙区呢 就传生一种 上的对流天气 对流呢 就形成了这个风 这个加上这个干旱地区 它的对面 它的沙力很多 所以风呢 就带着这个沙力 形成一种 如果风的大的话 形成沙城波 风的小的话 就是一种阳沙天气 据专家说 干旱地区的天气 往往变化无常 这一现象 在河西走廊地区 尤为明显 原本上午 还风和日丽 下午就会突然 刮起大风 甚至是沙尘暴 这是2010年 张叶氏遭遇的 一场沙尘暴 当地电视台 冒着摄像器台 被毁坏的风险 记录下了 这场沙尘暴 肆虐的过程 据资料表明 50年代初期 张叶氏平均每年 会有80到90次的 沙尘暴袭击 随着人类防风固杀的 意识加强 沙尘暴的出现 已经降为平均 每年一至两次 每当沙尘暴来临 就会有大量的杀土 挖进张叶城中 据了解 阵风四塔修建于清朝 通过碑文 我们可以看到 当初修建阵风四塔 其用意 就是为了抵制风沙 对人们生活环境的影响 在科技不够发达的时代 人们只能用这种 祈祷的方式 来期望解决问题 在科考队看来 沙尘暴是风中夹带 沙尘移动的最直观体现 这次意外遭遇的大风 虽然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极大的不便 却给科考队的科考工作 带来一线光明 这些沙都比较粗 应该在我们附近的 一些地方 有摩饰出来的一些沙子 在远的也就是到 新疆这里也有 当然如果再细的沙 应该说西伯利亚的也有 西伯利亚的城市里应该有 在我们对深沙窝进行科考中 专家发现 深沙窝的沙子 似乎与我们平时生活中 看到的沙子不太一样 深沙窝的沙子 以黄色为主 其中还夹杂着黑沙和红沙 及其他杂质颗粒 据新教授说 黄色的沙子通常是含有氧化硅 红色则是含有氧化铁的铁 而这些不同颜色的沙子 大多是从周边地区运移而来的 为了进一步证实 可靠对驱车来到 张叶以西四十五千里外的 平山湖丹霞山 放眼望去 密集的红色山丘拥在一起 仿佛是湖底的丘陵 我们发现 这些都是红色的沙岩 这种沙岩材质松散 容易被封剥实 继而被封送往其他地方 根据新教授的判断 神沙窝的沙子中 由于红色沙子所占的比例 并不是很大 所以 丹霞山的红色沙岩 只是神沙窝沙子来源的一部分 而主要的黄色沙子 应该来源于 远处更庞大的山脉 在张叶市周边 南有麒麟山 北有龙首山 而这些山脉 都应是神沙窝沙子的重要来源 沙的这个瓢 那被封带啊 那是我们人想不到的 我们在气象局了解到 张叶地处河西走廊腹地 南靠麒麟山 北街龙首山 两山形成家事 而当西北风通过此地时 便会形成狭管效应 对风起到了一定的加速作用 张叶这边的风向 大多都是西北风 特别是白天都是西北风 夜间的话 受这个西天山的地形影响的话 刮到这东南风 它有一个变化 白天和夜间还不一样 不一样 然而 这个说法 却与我们在神沙窝的感受 完全不同 放眼望去 神沙窝身处绿洲之中 既然是风带来了 神沙窝的沙粒 那为何这些沙粒 可以躲开绿洲 而仅仅只堆积在 神沙窝 这一30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呢 难道神沙窝 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为此 各靠队决定 在神沙窝 进行实地的风向测试 店里面 它有一个自动记录印 可以记录 每10米克的数值 有吗 它这个风向一直在变啊 东南风135度 温度现在是23.6度 按照张业市气象局的测量 张业地区的日常风向 一般以西北风为主 可这却与科考队 在神沙窝所测量的结果 并不相同 现在是方向是东 东 东 东偏北 东偏北 从侧风仪上看 神沙窝的风向很不稳定 而对于这种现象 记者也十分不解 我发现它的风向一直在变化 这个风向变化 能说明什么呢 从刚才我们看到 它的风速和风向 它经常在变 就是在沙丘的基瓦 它有温度的变化 它会形成一定的气旋 很明显 它的方向也在变 它的方向也在变 另外一边呢 就是我们这边 两边的山 南北两边都有山系 中间是绿洲 这个西北风到了 河西走廊 到张延这一块呢 就会风向风速 它都会发生变化或者减弱 这也是我们的沙丘形成的一个 对 沙丘这儿很独特的 这么个沙丘 对 很受这儿的地形地貌的影响很大 经过几天的科考 专家告诉我们 深沙窝沙园的补给过程 十分复杂 这个过程来自于 三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 西北风带着远处的沙丽 通过麒连山和龙守山之间 狭窄通道 使风速加大 并拨时携带 山体的沙丽来到张溢 其次 张叶昼夜温差较大 气压的变化 导致张叶夜间 风向改变 形成东南风 从而与白天西北风结合 生成较为规律的气旋效应 而深沙窝本身 也由于昼夜温差的变化 而形成气流微循环 这样复杂的多风向 作用于深沙窝时 沙子便会随着不断变化的风向 而飘移不定 当它遇到深沙窝周围 绿洲的阻挡 风速下降 继而沙子因重力作用落下来 这种复杂作用的结果 成就了神沙窝的杀源不济 新教授说 对于深沙窝不增不减这种说法 并不科学 实际上 深沙窝是在不停变化的 每一次的大风过后 都会有沙子落下 也会有沙子被风带走 而这种增和碱的数量差异 并不十分明显 所以在当地人的眼里 神沙窝似乎是不增不减的 神沙窝沙子的来源 是找到了风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不仅如此 对于神沙窝的不增不减 这一说法 其实是沙丘的变化不明显 从而给人造成的错觉 风在维持神沙窝物质补给的平衡上 也有着很大的功劳 然而新的问题 又摆在了科考队的面前 为何当地人坚称 神沙窝多少年来 盘踞在张艺城中 不进不退呢 所谓流沙流沙 沙子的习性就是流动 而这片沙漠却不曾发生移动 是什么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让神沙窝落地生根呢 明天我们将继续探索 神沙窝之名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正科 明天见